走啦走啦 我們酒團一起來做累啦 當然不是要你跟我去三里打累 而是要一起玩魔物獵人酒團來打罐的啦 現在的魔物獵人的熱潮還吹到了手機上 所以以後想要找人魔物一下 可會變得很方便喔 隨著智慧型手機的普及 許許多多的遊戲也開始出現在手機平台上 其中不乏有家用主機水準的遊戲出現了 表示各家廠商都非常重視這一個新的遊戲平台 而卡布公公司的魔物獵人也看準了手機市場 即將推出魔物獵人動感狩獵 這下子喜愛狩獵的玩家們 可以說是隨時隨地都可以遊玩 何時何刻都找得到戰友囉 另外Sony今年也推出了PSP Remastered計畫 將會把PSP遊戲經過高畫質處理後 移植到PS3主機發行 而且第一款遊戲就是魔物獵人 看來魔物獵人的熱潮將不止於此 還會繼續地延續下去呢